老谭先前还有提到 就是说碾庄战役的时候 黄伯涛被围 那过程中看到解放军的坦克 他一度以为是自己人 我比较好奇的是 为什么当初的战役 总感觉这样听下来 是比较没有章法 然后非常的混乱 黄伯涛他在制裁之前 曾经对25军副军长杨廷彦 说他有三不解 第一个是为什么 要在苏北的新安镇 等候44军要等两天 第二个不解是 为什么在这两天 不在大运河上面架设胡桥 第三个是 李弥既然后来要回头来救我 可是为什么当初 不在朝八起来掩护我后侧 三不解的说法流传非常的广 其实我们在看 徐帆会上相关的报道 或是那种书籍著作 包括电影 几乎通通都有这样子 一段的说法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 徐帆会上他的起因 就会比较好了解 1948年9月24日 济南战役他还没有结束 苏裔就已经向中共中央军委 提出了建议 准备说要打淮海战役 第二天他的建议就被批准 可是附带了一些修正意见 到了11月4日 苏裔就签发了 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 那个时候大战就已经几乎就是 简在悬上 华野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只有一个 就是要吃掉在徐州与东地区 以新安镇 也就是现在新仪式 以治理为核心的 黄柏涛第七兵团 他这个兵团下面有四个军 因此苏裔就竭心说要调动 十个重队的兵力 来进行主要的攻击 另外用山东兵团的三个重队 向甲湾曹八旗这个地方 实施辅助攻击 来割裂黄柏头兵团 跟徐州之间的联系 并且准备看齐徐州来东元的国军 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算好了 说在徐州的国军会来救 因此中共官方 他们有一个叫做徐东主旗战 说的其实就是这一段 总之在兵法上面 就是我们常常强调的 就是用兵就是虚虚实实 术裕他实际要吃黄柏涛兵团 所以他就故意一直在营造说 我要打徐州的假象 来掩蔽他真正的作战企图 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为什么这个墓地没有被发现 或者说我们讲白话一点 徐州脚总怎么会摸不透 术狱的企图 罚东野战军开始要布局的时候 刘伯成 邓小平他们所领导的 中原野战军 他也在徐州的西方 西部 开始发动的攻击 而且是继续的向东前进 等于就是说来策动制造 徐州要被包围 要被攻击的这种假象 其实包括徐州小总 他们自己所获得的情报 也都是说徐州附近到处 通通都出现了共军的阻力 所以我们也不能讲说 刘志他们搞不清楚状况 而是他们所得到的情报 基本上都是假的 有一种说法就是 那个时候其实是老百姓 都站在解放军这边 所以都不给真的情报 不是给假的 要么就是以多报嫂 以多报嫂 以少报多 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总之 据说杜玉明他后来曾经询问 他的老板刘志 结果刘志就回答说 任何战场上面的任何部队 兵地总是会有主次之分 也就是有主力 还有非主力 他说不可能到处都是主力 所以刘志认为说 徐州附近出现共军的主力 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主力 再去对付反白 在国军方面 一直到了11月5日 蒋介石派顾助统 也是参谋总长 到徐州召开军事会议 那个时候才真正的下定决心说 这个要部队向徐州收容 向徐州靠拢 阻止解放军攻打徐州 可是他又确实同时下命令说 在新安镇的黄柏涛兵团 要先慢一点出发 先等第44军由海州 这个我们看一下地图就知道 从海州向西撤到了西安镇 然后再一起到徐州 我们刚刚提到说 徐邦会战在11月6号的晚上开打 然后于伯伯跟你分享的故事 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吗 应该是第二天 我们知道朱玉他是喊会用兵 他是被列为十大上将之首 真的是有他过人之处 他本来是要打算说 11月8日深夜才要开始发动徐邦会战 也是海海战役 可是当他发现黄柏涛他在5日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准备要吸策 因此他担心说 如果黄柏涛兵团测到了徐州 跟其他的兵团一起团报 那解换军就会变成劣势 就不太好攻击 所以处于他就很果断的决定 把攻击的时间提前两天 也就是6日晚间就开打 那黄柏涛兵团呢 一开始就其实就已经面临到 被包围的危险 在这个时候国军的第三绥靖区 第59军还有77军 这两个军总共四个师 却突然倒戈 地点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于波波他们所在的环区 但为什么他们会突然倒戈 战争都已经要开打 这两个军其实就是西北军 也就是黄玉祥他们西北军的一部分 看这战争爆发以后 他们其实是在鲁垢桥大名台药专 都打过了 其实打得算很英勇 所以有一定的这种声望 在徐州费上其实在开打之前 中共就已经开始在策反 第三绥靖区的秘密党员 也就是那个时候担任国军 第三绥靖区的司令长官 副司令长官何姬峰还有张克霞 我们刚刚其实有说 淮海战役他是在11月6日就开打 11月7日 祝狱他就命令 三栋兵团 这个第七 第十 第十三栋队 排除一切的困难 要用极兴军的方式 直插 潮八级 大许家这一线来截断 黄百套兵团 其中 这个第七重队 他立刻就向 驻守在台尔庄万年砸 这一带地区的五十九军开始发动攻击 于伯伯他们的一百八十十五三九团 就反守在这里 只是他们没有守得住 这个越湾河上的大桥 一下子几个小时就被夺下 一部分的解放军 其实在这个所谓的甲湾起义之前 就已经开始渡过的运河 不是九军的几个小时 其实就已经大概损失了一个营 所以对其他的团营就造成很大的压力 这个时候何季峰张克侠 他们本来就已经打算要投共 所以就召开了团级以上的干部大会 大家就一致地认为说 不投降一定就会 可能会被全歼 而且他们的部队 本来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平常就已经被防范了 这个时候又被推到第一线 要当炮灰 所以甚至于何季峰据说还说 以前蒋介石对我们西北军 就像厚洋娘的 现在他蒋介石急了 又要我们给他戴笑帽子 所以我们当然不想戴 结果到了11月8日 59军还有77军的部分 一共23000人就宣布倒戈 就倒戈了 本来解放军在7日晚间 就已经突破了 Telodron运河凡线的切口 国军其实那个时候 还是有机会把它堵起来 或者说就算没有堵起来 还至少可以持至解放军渡河的这种速度 可是这个时候 中共他侧动的甲腕起义 就造成了国军的运河环线 在中间就整个撕裂的口 这个撕裂口就变大 而且是100多里 这使得解放军三个重队 可以迅速的过河 到了11日 就已经插到了徐州与东 碾砖以西的曹八旗 使得华野完成 彻底的完成 对黄百涛兵团的这种包围 而且还控制了徐州 国军他们 如果说要东源 黄百涛的这个有力阵地 也让黄百涛兵团 就陷入了整个挨打的局面 战争结束之后 其实处于那个时候 他曾经对于说能够割裂 黄百涛兵团跟徐州之间的联系 曾说有关键四小时 也就是说如果再晚四个小时 这个战绩就不好打 这个他所指的 其实就是指说发动的时间 还有攻打台尔专 让他万年砸 甚至于是甲腕起义 这种等于说一连串的军事动作 都让他取得了心机 可是你刚刚说 1月5号 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 还有徐州矫总司令刘志 决定要缩短战线放弃次要的程式 把兵力集中在徐州 到棒部中间这块区域 黄百涛的部队 为什么还没有走完 然后还被染 作战是兵贵神术 偏偏国军的动作太慢 华东野战军 他其实就已经用 从不同的角度 来开始要维艰了 可是这个时候 我们前面有提到 就是海州还有第14军 他还要搬刘志带私援 这个还有就带大批的价券 学生这种撤离 所以这样子一耽误 就从海州到新安镇 就已经整整花了两天的时间 所以11月7日 黄百涛的第七兵团 总共5个军11个师 大概10万多人 才开始吸策 我们前面提到 数据还是在7日就开始发动 就已经开始在过河 过大运河 那个时候就已经不时传出 说解放军已经逼近了这种消息 黄百涛兵团在过桥的时候 就只有一条桥 所以大家就互不相当 你想想看十多万人 还有卡车 坦克车等等 所以大家全部都挤 争相恐吓 互不相当 甚至有部队 因为大家急着过桥 甚至就开枪 所以被打死了 掉入运河了 不计其数 那个时候大概就估计说 这样子过个河 大概就损失了 快要一万人 到了9日 第七兵团 大部分就已经过了运河 好不容易过河了以后 到了碾砖 黄百涛却认为说 这里距离徐洲 大概就60公里 没有大川大河 所以危险基本上过去了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就决定先修整一个晚上 对这个错误的判断 就导致了错误的结果 因为多待这么一晚 其实黄百涛兵团 就陷入了被围的这种危机里面 真正的 真正的 让他之后就再也走不开 我们现在看这一段历史 就会发现到说 两军交锋 其实真的是瞬息万变 任何人 任何一番都会犯下错误 就只是看说 谁犯的错误比较少 谁能够及时的修正 很显然的 国军在这方面犯的错误 真的是比较多一点 既然都已经到这样的地步了 为什么李迷 后来又要出手相救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国军 也就是那个时候国军的问题 当时国军在徐州地区 他的军律部署 其实就是可以称为十字镇 也是以东海铁路和金浦铁路 为交叉点的徐州 与徐州为中心 东西南北 就是分布在铁路沿线 国军他就在徐州东边 驻守两个重要的兵团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在新安镇的黄百涛第七兵团 另外一个就是驻守在 碾砖八一级一带的 李迷的第十三兵团 那黄海战役在爆发的前夕 那你说黄百涛和李迷都接到了西侧 也就是要往徐州靠拢的命令 可是黄百涛他知道 他还要在等从海州过来的第44军 所以没有那么快能够撤退 这个时候黄百涛他就想说 李迷的兵团对自己十分重要 如果李迷能够在碾砖多等一下 来接应自己的话 两个兵团抱在一起 一起撤退 就可以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黄百涛他就从新安镇 跑到碾砖那边去见李迷 然后希望说李迷不要那么快的 向徐州测容 结果李迷就说 这个是刘志交代的命令 要他赶快往徐州测 因为徐州非常的危险 黄百涛他后来知道说 这个没办法 李迷还是要走 所以就很心灰意忍的就告辞了 就回新安镇 其实从两个人的对话 我就已经凸显当时国军的内部矛盾了 这真的是相当的现实跟现实 后来李迷兵团 他就真的是按照计划 就向徐州先走 然后等到黄百涛兵团 过了运河到达碾砖的时候 如果不休息 也许还有机会 可是他就是因为多留个一天 所以后来就发现到说 西侧的路线都已经被封锁 于是也就是说 严先属于国军控制的 八一级大许家这些必经之路 通通都被占领了 所以他就只好在碾砖这边 顾守待员 为了要救黄百涛兵团 南京的国防部又决定说 动用杜玉明还有李迷兵团 从徐州再来救援黄百涛 结果真正开拔的时间是13日 这两个配备坦克还有飞机 这种助攻的这种兵团 却怎么样打都打不到你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也很奇怪 就是两个配备现代化武器的兵团 却打不过在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山东兵团 那三个重队 两个国军的兵团 打不过三个共军的重队 这个是有点不可思议 那黄百涛等不到援军 到最后就是我们知道的 就是制裁 从他的结局来看 也是一位真的是很悲剧的任务 是 黄百涛第七兵团被围歼了以后 杜玉民还有礼民兵团 就撤回到徐州 最后局势的发展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已经到了不可逆的阶段 那国军就决定说换去徐州 那这些兵团后来就离开了以后 就被围困在河南永城东部 一个乡 也就是城关砖这个地方 以这里为中心 向外辐射大概5到10公里 左右的范围 到了1949年1月7日 华野的主力就已经攻占了 黄米兵团司令部的驻地 也就是秦隆级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地图 它其实离城关砖没有太远 所以黄米后来他就率领长部 就进入到了邱清泉的 邱清泉兵团的环区 也就是永城县 城关砖这个地区 到了1月9日 于波波所属的180师禅部 这个也退到了小李庄 很巧的是 这是我们说的 他们一开始 在运河台尔庄那边打 打到最后 他们是在小李庄这个地方 李明后来也来到了 这个时候也来到了小李庄 那一晚杜一鸣 邱清泉 李明 他们就分头的突围 只有李明成功 杜一鸣被俘 邱清泉就制裁 其实我们前面说的 于波波他们的180师 139团的传奇之旅 到了这里 也就正式的结束 正式的落幕 所以老谭认为说 为什么徐邦会战 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这个原因在哪里 黄柏涛他先前曾经 对蒋介石派来的 这个战地督察官李以宽说 古人言 胜者举杯相亲 败者死利相救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提过的 就是国军的部队 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谁打了败战 这个大家都不会去救 或者救都不会用权力 那他就讲到就是说 你是讲总统派来的 希望你们能够报告总统 一定要激励各兵团的长官 他说如果闹不好的话 大家都别想走 没想到黄柏涛他就 说了这个话 还真的就成正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说 许办会上其实在第一天 一开打就已经注定结果 因为在徐州角总 他正式派出李弥 还有杜玉民他们要去救 房百涛的同一天 蒋介石的文档 也就是陈布蕾 在11月13日就养药 就自杀了 因为他已经看到整个大局不可为 有些人可能都会认为说 国军那个时候 虽然说看起来步步杀机 可是事实上又步步生机 如果不怎么样 就不会发生后面的怎么样的事情 可是重点关键在于说 为什么每一步都走错 就像下围棋 落此每一手都下错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 中央嫡系跟杂牌精互不信任 然后中央军自己本身 又想要各自保全实力 所以无数的小兵 其实就跟高级将领的 只有在高级将领的内斗 死在战场上面 至于幸运没死的 就像我们自己所提到的 于波波 三一级所提到的唐波波 却又带着遗憾 来到了台湾 从老谈分享的故事 很多时候面对敌人 先不管打不打得赢 内部不团结 基本上你不用打 就已经先输一半了 向心力 认同感 在任何时候 其实都是无比的重要